歡迎回到GET綜合台 命運好好玩 來 我們今天要問一下盛美 你覺得慧如經過這一段的過程 你覺得她的對象是不是會很難找 以你來看這些女藝人 我覺得她真的情路坎坷 我剛剛還跟她聊就是說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到香港去兩三年 做娛樂主播回來 其實那段時間很多人不知道 她是自我放逐 因為她受了一個很深很深的傷害 那其實這個性態也不太願意 但我們還是把她講了好了 蛤 我太願意 你現在是暴力的呢 還是什麼 兩隻都雙魚比較相殘 我覺得她一直不願意提 這個張孝全的這段感情 那因為我覺得她雙魚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會保護對方 但是那段這個男人傷他非常非常深 怎麼傷 一個女人需要到外地去療傷這麼久 而且很長的時間沒有辦法平復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傷害其實是 那這段傷是來自於什麼 想說我都快哭了 是來自於劈腿還是來自於什麼呢 好 你已經解答了 我不需要再講了 我覺得那件事情對她的傷害是 那個男人沒有在這當中對她有些 我覺得沒有做到保護她的一個 我覺得慧如那個時候不公平的地方在於就是說 可能對方覺得她Nobody吧 我不知道我說得太直氣了 那個時候慧如其實還不紅 對方正在往上走 所以因為也有別的對象吧 所以這她自己會解釋 我要把它講完就是說 我覺得她很坎坷是因為 我為什麼要提她前面就是看到 賈齊生家暴媽媽那一段 那她很聰明的地方在於 她會先保護自己 然後也想辦法保護媽媽 但她無力保護媽媽的時候 她是很挫折的 她剛私下也跟我講說 三年欸 一個女人要跟這樣一個男人生活三年 而且更恐怖的是 永遠這男人的陰影都在 媽媽都往生了 這男人現在來傷害她 所以她對愛情是一覺得不對勁 她會 因為加上之前張先生那個事情 她會閃 所以我剛剛後來問她說 其實有一段戀情我們是搞不懂 就那時候跟一個靈性的小開 然後她剛跟我講說根本就沒有談戀愛 但是大家也都拍到 以為說談的這場應該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她的感情應該一路走來 都沒有一個 真正出現一個男人的肩膀 是她可以依靠的 是 對不對 沒有錯嘛 一直到現在後來也有人傳說 乃哥幫你介紹了什麼 比較適合的也沒有啊 慧如你自己說說呢 哇 那你就自己解釋對不對 張先生那段說的很精準啦 好 我好想回到年輕的時候 回到跟張先生在一起的那個時候 不是啦 我說念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念書的時候的感情 是很開心的 而且都覺得被保護的 就是都被捧在所長心上 但那段在香港兩年 擔任新聞 那個娛樂主播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感情的生活 空白 那心情呢 心情因為原則上工作上的壓力 大過於對於感情的寄託 所以原則上也沒有太多的時間 去想感情的事情 所以這麼多年來跟張先生都沒有 MSN或者是簡訊 還是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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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沒有關心妳一下 或者妳看妳現在出了這些新聞啊 或者什麼 張先生本身也蠻忙的吧 我想大家彼此都有自己的工作啦 對啊所以 對 我覺得有時候是緣分啦 可是他這樣講起來好像昨天才失戀喔 不是 對啦 我覺得其實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的感情觀就是這樣 尤其是不經一般韓徹果啊 真的你才會有那個動力 可以到外地去工作 然後你才能夠奠定你後面的發展嘛 其實我覺得也是 要謝謝人家吧 對我覺得我的個性是比較的 我在我的心目中 我會把工作擺在第一順位 我的感情是擺在第二順位 那我覺得一般都是先把感情擺第一順位 他受了傷之後才把工作擺第一順位 都是這樣 這也是對的 他必須先保護自己的家 那你跟 你跟張先生那一段真的傷你很深嗎 在讀人家 所以他當時劈腿嗎 對啊 他就講 對啊 你又一直問這樣 他劈腿完了 他劈腿完了 你是發現了 那你說我們要分開 還是他 他劈腿 然後他 就直接跟你少聯絡 或他跟你出去 就劈腿 就是 我是在 報紙上 對 在劈腿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分手 但我不知道原因 一直到我看到週刊的時候 我才知道原因 對 就男的一直要跟他分手 沒有講原因 後來他終於在舊刊上知道原因了 對 那就還真的蠻傷的 而且男的從來不 我又有學生的家庭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了 這麼一解說 但是不承認有這一段嗎 對 我覺得最傷的就是這個 為什麼不承認呢 有就有 那就講說他的特徵囉 沒有 不要再傷害他了 是啦 來啦 維蕾老師 我們也來看看 什麼樣的星盤組合的女人 對於愛情總是會覺得充滿這個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你的星盤組合是這樣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喔 首先呢 太陽上是在水象星座的 雙魚巨蟹跟天蟹 他們的人生就是玫瑰同齡眼加戲說台灣加藍色蜘蛛王 什麼樣的 就是情緒起伏很大啊 所以如果要寫回憶錄 水象回憶錄會比我們厚很多啦 他光初戀的那一段大概會寫20頁就對了 火象大概只寫一頁 那他們常常擔心沒有辦法永久 因為當他們幸福時 他就會想說我現在這麼幸福 我會不會明天就不幸福 當我現在這麼快樂時 他想說那我這麼快樂 會不會有人把我快樂搶走 所以他擔心無法永恆 那導致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太陽上升是在土象的 摩羯 金牛 處女呢 他們也是很沒有安全感 他是擔心沒辦法控制對方 因為他希望你不要動 不要吃 不要喝 不要睡 就在他旁邊 可是這不可能 除非你是活死人或殭屍 所以他就很想知道 你在哪裡吃哪裡睡 哪裡玩 哪裡跑 所以最好要報告行蹤 他基本上呢 就是希望連你用的衛生棉牌子 跟你用刷牙的牙膏牌子 他都要知道 那如果有一天你換了一個牙膏牌子 他就懷疑你要變心了 所以他喜歡掌控 不管是老闆也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員工 或者是各方面 只要是土象星座 他的控制欲都是最強的 那我們再來看呢 如果你的月亮掌管情緒的部分呢 月亮在牡羊 跟月亮在射手座的女人呢 他最討厭曖昧不明的時候 曖昧不明就是他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比如說在傳簡訊 或是跨年時收到你簡訊 或生日快樂一過十二點收到簡訊 他就會覺得要在一起就在一起 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 幹嘛現在搞這些 他覺得非常的憤怒 所以這段期間他會超沒安全感 超想要見對方一面 超想要跟他攤牌 但是等到對方說OK 我們在一起之後呢 他立刻就很有安全感了 所以在這段期間 他會特別的明顯 好 再來呢 月亮呢 感情的部分呢 內在情感在雙魚巨蝎的呢 當他感覺你有怪怪的時候 譬如說你平常都開車很慢 今天開車特快 他懷疑你心急如焚 要去上班幹嘛 要去看秘書嘛 好 或你平常呢 脾氣很好 今天脾氣很壞 他覺得你在外面偷吃喔 給你吃東西 好 或者是你平常不送花 今天送花 他懷疑你做了虧心事 反正你只要感覺 有狀況不對的時候 月亮雙魚跟月亮巨蝎的女生 會整個超害怕 好 再來呢 最沒有安全感就是精心在 雙子 雙魚跟天平的呢 雙子呢 是兩個背對背的人 雙魚呢 是上下頭尾不一樣的魚 那天平呢 是右邊跟左邊各一個秤 所以他們本來呢 就是屬於雙核心應轉的一種電腦 所以他們的想法本來就是雙重 好的時候會想到壞的 壞的會想到好的 所以他會有很多假設跟防備 譬如說你跟他借50塊 他就會想說 這該不會是借錢的開始吧 你跟他借100塊 他想說沒帶皮包 他說這該不會是藉口吧 然後你跟他借個衣服或借個什麼 他也會覺得說這一定有些陰謀 他該不會要拿去幹嘛吧 所以他什麼都有假設 你有另一半說今天我們早點睡吧 我就覺得他變 對 什麼 早點睡不好嗎 因為變青雙子啊 早點睡不好嗎 因為我覺得以往都是大家聊聊天啊 然後或者是說翻來覆去一下啊 親密一下 他突然說我們今天早點睡 我就 不會這樣 是不是在外面很累了 太累了 或者一見到妳的面 然後就 這三種特別喜歡看新聞 那你知道新聞有的時候都會做比較手動一點 所以他們呢 如果發現另外一半的行為 跟新聞上有一點雷同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這該不會是詐騙集團吧 這該不會是戀愛騙子吧 這該不會是劈腿的前兆之類的 所以這些要小心囉 所以